咔了个擦了 熊狮院长果然不是盖的 跑个坑 撒泡黄汤 谁是这里的老大 希望这些二狗的心理要有助 不要一天到晚分不清大小王 二狗那么健壮也是说 猎老二的皮是真的厚 熊狮院长摁住他咬了很久 在他持续的输出之下 猎老二被爆了口 熊狮院长今天要上演一出杀鸡警头 要不然这选 咔了个擦了 这剑说的蓬蓬看起来是真极果好吃 狮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蓬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尾随了 狮子想要拿下蓬蓬 必须谨慎行事 这会一旦发动弹射起步 就算狮子把油箱踩穿 也追不上蓬蓬 为了不打草惊猪 狮子借用野草的掩护 悄悄一路尾随蓬蓬 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 必须先走着 这狮子也很稳重 并没有因为蓬蓬的一身 帅气又好吃的剑子肉 乱了节奏 能成大事者 必然情绪稳定 狮子在暗处关注着 蓬蓬的一举一动 蓬蓬停他则停 蓬蓬弄则他动 这四个尾随跟踪 展现出了母狮狩猎的高超技术 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蓬蓬 还在啃着小嫩草 搞不好这顿小嫩草 就是蓬蓬最后的午餐 狮子躲在暗处丝毫不敢大意 一旦有机会 他就开始往前摸 只有距离足够短 他抓住蓬蓬的机率 才足够高 毕竟这个装飞佬 拥有高配版发动机 随着狮子的不断靠近 画型帅气的蓬蓬 应该是有所察觉 他从空气中隐隐约约 嗅到一股石臭味 后背还时不时的冒着凉风 警觉的蓬蓬定性一看 我擦了 有老六 看见想要搞偷袭的狮子 蓬蓬一个弹射起步就开溜 不得不说 这锅的速度是真的快 狮子看蓬蓬已经跑路 他也不装了 一脚地板油就跟了上去 这真的是我擦了 蓬蓬也太难了 吃个午饭又被追了 蓬蓬危险了 由于狮子把距离拉得很近 蓬蓬的加速度还没有发挥出来 就被狮子给按住了 真特喵的贵气 蓬蓬这个装备 老万万没有想到 出门吃个饭 把自己吃成了别人的饭 这他妈找谁说理去 狮子按住蓬蓬 就是一套组合的操作 当场就把蓬蓬送去 见了他的姥姥 可怜的蓬蓬 就这样走了 看表情 他走得还是很安详 没有遭多大的罪 眼大的老表已经发现了 狮子的大腿根还被戳了个洞 不知道是不是蓬蓬临走前的杰作 这也太狠了 那可是不会再归完了 这或今天感觉心思重逢了 难道是刚交的昆友跑掉了 猎老二独自在 但是目前出现的自助餐 好像不是那么好自助 这是真特喵的晦气 于是猎老二只好在溜达溜达 不知道走了多久 猎老二在地上捡到一些 我远在越南的老表发财了 见过捉黄汕的 没有见过这么捉黄汕的 满地的黄汕无处可逃 只需要把地上的两捆木棍抬走 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黄汕 我老表是当地有名的黄汕达人 一年出头 就靠这些黄汕发家致富 黄汕在当地能卖很好的价钱 差不多能卖到一斤五百克 下面就走进我的越南老表 了解我老表发家的故事 老表的后院是一片很大的食堂 我老表每年的都会在里面 撒下几十条黄汕苗 等到时机成熟 老表就会过来清理池塘 每年这个时候 就是我老表最忙的时候 也是我老表准备吃香喝辣的时候 你看看 我真的是擦了 老表自己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居然能生长出这么多黄汕 看来又是收获的一年 我老表还说了 凡是给他点赞的看官大呀 今年也一定能跟他一样 转他的盆满钵满 随着这一捆一捆的木棍被抬开 密密麻麻的黄汕就映入眼帘 这些黄汕现在害怕极了 他们只想回家找妈妈 我老表现在是高兴坏了 他居然直接坐在地上抓起了黄汕 黄汕尊动那可是一把好手 身为我老表的局部地区感到担心 我老表喜欢养殖黄汕 除了能给他带来财富以外 其实最初我老表是因为 和黄汕有相同的爱好 黄汕喜欢钻动 我老表也喜欢钻动 都是各取所需 没想到这好吃又好玩的黄汕 居然稀里糊涂地 让我老表打开了致富的大门 他也不知道 当地的村民到底是买去吃还是买去玩 这些黄汕全部都是自然生长 肥肥糯糯的 肉质和手感一定都很棒 像这样高品质的黄汕 销量一定不用愁 老表自己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还必须请劳工一起来来帮忙抓黄汕 毕竟养黄汕的池塘 我老表还有好几个 抓到一些体型小一点的 就继续放在其他池塘先养的 体型偏大的就没那么幸运了 很快就会被我老表投入市场 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挖了个擦了 小伙子刚回家就差点被送走 他也不知道家里为什么突然多了只大猫 还好他的爸爸妈妈及时拉住了大猫 这才没有出现意外事故 要不然都要准备通知全村开席了 这是发生在国外真实的一幕 刚刚狮子的举动已经让小伙吓尿了 他赶忙走进里屋去换裤子 那么为什么他的家里会有这么一只大猫呢 原来就在两年前 针对夫妇爬山的时候 发现一只小猫咪 于是就好心把他带回家收养 可是这小猫咪却越长越大 最终长成了眼前的这头猛兽 这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狮子 能分分钟拿捏一个两脚兽 由于从小在这里长大 狮子把这两夫妇当作自己的家人 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 夫妇俩的孩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很少回家 于是夫妇俩决定还是留下狮子在家里 毕竟是从小带大的 他们每天都会给他驼喂新鲜的牛肉 不能让他饿着 万一给他饿鸡炎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吃饱的狮子比较好动 有用不玩的经历 于是夫妇俩还干起了陪玩的工作 他们会把狮子带到后院 陪他一起玩耍 猛兽终究是猛兽 对这些小皮球貌似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还是喜欢展现自己凶猛的一面 只有捕猎才是他内心深处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头狮子是被圈养长大的 运动量非常少 他比野生的狮子胖不少 稍微活动两下就喘得不行 妥妥的一只大肥猫 他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不愁吃喝 不需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 这俩夫妇照顾这只大猫 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运动完了以后 还要给他做清洁 清理干净以后再带他回家睡觉 这只大猫居然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房间装饰得也很可爱 有一些不往啊 女子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睡觉 但是当他们自己真正的孩子回来的时候 就差点发生了意外 大猫对这个陌生的小伙发起了攻击 小伙第一天回家就差点被送走 现在他已经在收拾行李 准备提筒跑路了 忘了个擦了 一群身穿条纹西装的斑马 正在迁徙过河 每次迁徙的时候 额于皮鞋的家门口 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对于送上门来的自助餐 皮鞋会毫不客气的对他们下手 画面中 已经有一只倒门的班主任 被皮鞋给拿捏住了 皮鞋只是咬住了他的后腿 并没有开始对他做高位截止手术 班主任对着经过的同伴呼救 但是他的同伴都假装没听见 看都不看他一眼 大家都一副事不惯己 高高挂起的姿态 甚至有的同伴还露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安全过河了 典型的死刀有不死频道 这把班主任记够呛 这他马呢 前两天喝酒的时候还成兄道弟 今天一个二伯都见死不救 皮鞋抓住了这匹倒霉的班主任以后 果然没有对经过的其他班马下手 皮鞋的拿手绝活 就是高位截止手术 然后附送一次水疗服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 皮鞋也进修了整容手术 现在过来的这只皮鞋 就想拿班主任练练手 班主任此时害怕极了 他只想回家找妈妈 皮鞋一口咬住班主任的嘴巴 但是由于学医不经 被班主任证过了 但是前方又来一只 想要安排整形手术的皮鞋 不知道这只皮鞋的手艺怎么样 千万别像同伴的呀 半罐水出来响叮当 只见皮鞋咬住班主任的嘴巴 就是一套死亡翻滚 这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班主任的下巴 直接被拧了两个720度 我擦了 真你马残暴 随着皮鞋这一套无解的操作 班主任的脸几乎已经不成样了 也不知道这整容手术算不算成功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班主任已经被送去健康姥姥了 班主任走得很快 基本上断定是大车走的 也走得很难想 没有吃什么苦头 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皮鞋这个老六做事也很利落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不管整形手术做得怎么样 但是答应的赠送一次水疗服务 还是要兑现 不得不说 皮鞋的售后服务还是挺靠谱 呈现最重要 哇了个擦了 围着围帛的熊师院长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出门溜蛋觅食 没想到半路碰见了一群 钢肠科主任猎狗 在外面瞎晃的 熊师院长本来不想搭理这群该溜子 可是这群猎老二一直围着院长 嗷嗷乱叫 字里行间仿佛透露着要兜院长 我擦了院长什么场合没见过 随着猎狗女王的一声令下 一群猎老二果然冲了上去 猎老二采用狗海战术 把院长围在中间就是一顿群殴 由于狗头实在太多 都看不见院长的身影了 难道院长就交代了吗 那是办案不可能的 请客间 狗群突然散开了 院长霸气侧漏的站在中间 这他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扬言要揍院长的是猎老二 现在主动停手的也是猎老二 这演的是哪一出 不得不说 猎老二今天也太嚣张了 仗着狗多失众 居然连熊师院长都不放在眼里 但是院长从来不惯着谁的臭毛病 兵来将挡水来徒演 院长气势如虎 相当霸气 猎老二刚刚还口出狂言 就一个回合 已经败下阵来 这群二狗子围绕着院长断圈 这个院长整不过了 院长问了一句还有谁 但是没狗敢硬生 熊师院长现在正式巅峰时期 别说是十来只二狗子 就算是来入侵的其他熊师 院长都要与之一战 何况几条狗子 院长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 一向嚣张跋扈的猎老二 今天算是提到刚晚了 居然还想以多欺少 当镜头拉近的时候 猎老二停战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刚刚那场混战中 院长直接把猎狗女王 摁住收拾了一顿 其他狗子看女王都被揍跑了 于是才纷纷停战的 猎狗女王还有点不服气 跑到梁角兽这里来接花生米用 希望能给那个长毛怪 来上一桌子花生米 能看到猎狗女王被揍得很惨 估计被熊师院长现场 安排了脊椎手术 但是梁角兽依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梁角兽才不会轻易插手 他们的恩怨 挖了个擦了 打工报找了一天的游猪蓬蓬 连根猪毛都没找到 还把自己喂够枪 于是跑到河边来准备先喝点水 你说巧不巧 由于皮鞋这个老六正好要出门 于是这俩货就打了一个照面 这尼马就尴尬了 打工报深深的知道 要是被皮鞋抓去 安排一个水标服务 那基本上就八笔Q了 皮鞋这个老六也沉得住气 就等着打工报再往前走一点点 只需要一点点 他就有十足的把握拿捏住打工报 但是鸡贼的打工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而且看起来还有点怂 他可没有把握能拿捏皮鞋 毕竟自己的身手 不如他远在美洲的表哥 打工报胆子也太小了 皮鞋就露了一个眼睛出来 都吓得他不敢上前喝水 这一点和游猪蓬蓬蓬比 那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蓬蓬不仅要在皮鞋家门口喝水 还要在皮鞋家门口泡澡 悉尼八月 打工报响了半天 为了狗命着想 这水今天是一定要喝的 只不过得换个地方 不能在皮鞋眼巴前喝 危险系数太高 为了一口水 把命搭了一头 犯不上 打工报这不实在是太谨慎了 他都被自己的谨慎感动到了 打工报观察了一阵 皮鞋应该没有跟过来 他这才放心大胆的下去喝水 虽然打工报喝上了水 但是他心里还是不怎么踏实 他生怕皮鞋那个老六在水下埋伏 这样他随时都有交代的风险 打工报不敢大意 他后腿的肌肉保持绷紧的状态 一有个风水草动 立马弹射跑路 打工报不仅要注意水力 还要时刻警惕后方 喝上水的打工报现在高兴坏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皮鞋那个老六 已经在水下做好了埋伏 其实就在打工报换地方的时候 皮鞋就一路跟着打工报 只不过皮鞋学聪了 他这次没有冒头 而是在水下观察着打工报的动向 打工报对这一切却毫无察觉 按上他的表妹其实已经看出了端倪 打工报估计有血光之灾 打工报看后方暂时安全 于是又开始大口大口的喝起了水 而此时的皮鞋已经做好了准备 突然一下拿了打工报已经措手不及 我擦了这下巴比Q了 打工报还是被皮鞋安排了水疗服务 那丧彪就算是量在自己人的手里了 他们亲自把丧彪从海里救了上来 然后又亲自把丧彪送走 最后经过大家的商量决定 还是先回到岸上再说 反正鲨鱼现在已经凉了 不会对丧彪造成什么伤害 可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平静的丧彪 突然又开始忘了论叫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鲨鱼的补刀 小鲨鱼应该是量的比较彻底了 鲨鱼两腿一灯 居然松口了 鲨鱼的这一波操作实属让人迷惑 挖了个擦了 牛老二今天太生猛了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假酒 要单挑熊师院长两口子 他扬言要用自己的牛角 干死这两头狮子 这把院长给气够呛 院长可不惯着水的臭毛病 直接就是一顿锤 院长的媳妇也是很角色 咬住牛老二脊椎 就把牛老二水搬在地 整个过程熊师院长 仿佛都在打酱油 雷声大鱼点小 他媳妇就不一样了 展现出了高超的猎杀技巧 难道气势汹汹的牛老二 就这样被制服了吗 很显然 牛老二还很不服气 牛老二四脚乱当 还想再站起来 牧师擦觉到情况 直接就是一气锁喉 我擦了 这下巴比Q了 牧师的獠牙死死的 锁住牛老二的气管 如果他现在还不站起来的话 时间越长 想站起来的希望就越渺茫 牛老二命运的咽喉 被牧师拿捏了 他现在已经是出气多尽气少 熊师咬住牛老二的嘎猪 不让他乱蹬 牛老二仿佛已经接受了 命运的安排 打酱油的熊师也是高兴坏的 牧师却非常卖力 咬住牛老二气管不松口 800斤的牛老二 背着两口子翻了个丝脚朝天 牛老二晃动着四指 他想用最后的一口气 再搏一搏 看是否能够站起来 但一切都是徒劳 他根本喘不过气 被锁住喉咙那是致命的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打酱油的熊师 看牛老二好像还有想法 于是他也一口咬上了 牛老二的大脖子 牛老二这下应该是彻底凉凉了 他现在害怕极了 牛老二只想回家找妈妈 牛老二现在心里就充满了仇恨 他没有忘记几分钟以前的豪言壮语 他想要自己的牛角捅死 这两头狮子 他好像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 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 牛老二想要站起来的概率几乎为零 熊师的咬合力比母师还强 被熊师所猴的猎物 基本没有能跑掉的 何况现在还是一公一母 牛老二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他的结局可以说是已经注定了 熊师两口子 是绝对不会给牛老二任何站起来的机会 牛老二越是挣扎反抗 他们就会咬得越死 这样的全牛燕套餐 绝对不能让他跑掉了 虽然看起来很残忍 但这就是野生动物的生存法 有人会问 为什么拍视频的人不去救一下牛老二呢 你们说应不应该去救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